你来了 你来了 好怀念在风筝铺打工的日子 那个时候 你有空就会过来帮我 我负责杂骨架 你负责调色 画画 我们俩一起做的风筝 都卖得特别好 后来 你介绍我的报社去工作 你写稿 我拍照 我们针鞭势必 成奸除恶 帮助弱小 我总以为 我们是最有默契的搭档 有时候 我也在想 这天下 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我拍了几个孤儿院的照片去投稿 而你 恰好是那篇文章的竹笔 后来 我把这归结为 缘分 小姐 你说这算不算双喜临霾啊 咱们家姑爷呀 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兵 还跟墨少爷和好了 真不得了了呀 这么久了 我还是头一次见小姐您笑呢 您说 我要不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姑爷呢 金香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嘴滑舌了 小姐 这俗话说 关心则乱 我看姑爷这么做 也是因为关心你嘛 要不就趁着个好日子 您干脆跟姑爷讲和吧 金香 你不明白 是是是 我不明白 我看您呀 还是很在乎姑爷的嘛 金香 你再说这件事呢 我就永远都不理你了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我给您弄点吃的 子诚 子诚 你冷静一点 你要我怎么冷静 凭什么 明明就是我先来的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 白晴是不凡先来后到的 子诚 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 可你知道吗 我曾经也是爱过一个人 我以为我会和他生死不离 只手泄露 我也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 甚至是离开我爹 可是他还是背叛了我 我一直问自己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够好 直到他死在了我爹的枪下 躺在了我的怀里 我还是不知道答案 对不起 若可敬 我刚才 我没事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感情不会如我们所愿的 不 不 我只相信是在认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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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1